这第二道题好 第二个就简单 来 出第二道题 我们跟柑橘同一科的 植物有三种大家选 第一种呢 橄榄 第二种呢 大蒜 第三种花椒 这个题有点专业 这个不学植物学的搞不清楚 你看啊 分类啊 芥芽 钢木 科书种 对对对 科 就是柑橘科 芸香科 芸香科 就是有香味的 有香味啊 注意 院士是给提示了 大蒜倒是一半一半的 橘子把皮包了不就挺像个大蒜 对对对 想一想 后面的可以帮着参谋一下 可以给前面的提示提示 你蒙一个 你先蒙一个 我来蒙 我来选C吧 蒙了C 花椒 为什么 对 因为花椒它的叶 也是带香 叶子是香味的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家 早日本身也是香的 对 吃这个花椒叶 炸着拌那个 拌着橘子吃 拌面就炸了 因为还有这个花椒树上面 也有这个刺儿 橙子树上面以前也有刺儿 哦 它是通过这个植物的这个外形 进行判断 你还有机会回到群上 还有机会回到群上 这道题 选哪个 我也想的是 花椒 啊 花椒 你现在是跟着紫龟人民走了 对 回不去学校就回紫龟 我觉得花椒有一个味形是麻 大蒜的味形就是大蒜素 然后或者是它那种辣的口感是痛感 不是味形 哦 所以感觉 味道的类型不一样 对 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选C的有多少 举手我看看 选花椒的 哇 花椒人积这么高啊 一看都是经常吃火锅的人 是 是 英雄所见月统 来 看一下其他的观众朋友 有 有35%选了 对 选了A 选橄榄的还挺多 选C的当然是最多 对 占了46% 对 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这个云香颗粒里面是叶子一定会有香味 所以这个花椒的叶子是有香味的 当然它的香味呢 是刚才说很特别 跟那个大蒜 大蒜的香是属于这种 刺鼻的那种 刺鼻的香 那是另外一种 橄榄没这种味道 橄榄的味是另外一种 所以C肯定是对的 花椒呢 这个很有意思 跟柑橘呢 是比较近的情缘关系 特别的 就是大蒜是长在地下的 地里下 花椒和橘子 至少都长在树上 对 就从这一点 你就能判断谁的关系比较近 这就是四点四点